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卫报推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两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首先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如何推动儿童的军事教育 这不仅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也显示出对台湾战争风险的增加 从各地的学校到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再到拟议中的立法变更 这种趋势引发了全球关注 其次 让我们转向全球金融市场的威胁 在过去的一周里 市场显示出某种马其诺防线心态 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美国经济衰退 然而 真正的威胁来自中东和中国 中东的紧张局势和中国结构性经济问题 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热爱军队 保卫祖国 北京如何推动儿童军事教育 在习近平领导下 民众军事训练的日益重视 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以及对台湾战争风险的增加 台北的海伦戴维森和林志慧 2024年8月10日星期六21点EDT分享 在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一群大约六七岁的孩子 站在彩虹涂装的走廊里排成一排 一个男孩拿着仿真手枪 后面的学生们握着笨重的仿真突击步枪 仿制的警用防弹衣 覆盖着他们的蓝白色运动服 他们的头部在过大的炮兵头盔里晃动 在其他照片中 学生们练习操练 向来访的士兵敬礼 并在运动场上排列成我爱你的字样 旁边是一面中国国旗 在包含这些照片的帖子中 该校表示 近年来学校努力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使其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 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爱军队和组织纪律性 从小培养他们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志向 他说 这所小学是数千所被指定为 国防教育示范学校的学校之一 这是中国推动在其人口中 提高军事意识和技能的一部分 从越来越年轻的年龄开始 教育部和中央军委在一月份宣布的 更多指定几乎是示范学校的数量翻了一番 预计将由法律变更 扩大包括学员活动 在内的强制性训练到15岁以下的学生 4月份 全国人大首次审议了国防教育法修正案 修正案使以前的指导变得更加规范 强调了在高中和高等院校 进行基本军事训练的必要性 并首次允许将其扩展到更年轻的学生 所有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 所有政党和公共团体 所有企业和机构 以及群众性基层自治组织 因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 在各自的地区 部门和单位组织国防教育草案说 对民众军事训练的日益重视 反映了今天在习近平领导下的 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他还明确表示 他对中国男性气质下降的厌恶 以及他可能将国家带入台湾战争的风险加剧 要求孩子们在越来越小的年龄 参与表演性的军事教育活动 使中国日益激进的外交政策正常化 并可能在心理上 为中国参与武装冲突的应急情况做好准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中国项目负责人贝沙尼艾伦说 中国的分析人士还告诉媒体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CCP 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学习 并可能需要一支能够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化提高了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台湾发生冲突或敌对行动的风险 同时尽管其武装力量 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 但据报道仍在与腐败问题和低招募率作斗争 国防部在2023年9月表示 全国各地的小学和中学已经开始了新的学年 进行国防教育课程 在学生心中植入深厚的爱国主义 尊重军队和关心国防的意识 尚不清楚这些课程是否提高了招募率 中国的惩罚性审查文化 使得几乎不可能调查他们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大多数公开的评论 类似于冯善国的评论 他是一名曾在四川省内将第13中学带领课程的前士兵 他可以帮助孩子们建立坚韧 勇气和勤奋的品质 逢告诉国家媒体 但Merix中国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卡加德林豪森表示 军事教育只是增强中共力量的更广泛运动的一个方面 在经济衰退 零星的社会动荡 多重地区 争端和气候变化驱动的自然灾害恶化等多重挑战下 中共正面临这些挑战 将不同的部分拼凑在一起是很重要的 德林豪森说 首先是学校对爱国教育和使中国伟大的重新关注 然后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推广 不仅在大陆 还包括香港 我确实认为这些是更广泛战略重新聚焦的一部分 只在重建中共在中国内部的力量 德林豪森还指出 解放军是中共的武装力量 而不是中国国家或其人民的武装力量 过去曾被用来暴力镇压国内抗议活动 在考虑不同可能的情景时 看到军事和国防重点教育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有这些措施不仅仅是战争的前兆 而是为党未来的各种危机管理服务 他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近年来 中国在儿童军事教育方面 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 以提高国家的军事意识和技能 这一趋势在习近平领导下显得尤为明显 其背后是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以及对台海战争风险增加的担忧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小学 被指定为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中国政府期望通过这些学校 培养下一代的爱国主义和组织纪律性 在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孩子们从六七岁开始 就接触到军事训练活动 持有仿真武器 穿戴仿制警用装备 进行操练和向士兵敬礼等 学校通过这些活动努力 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 把国防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旨在培养学生从小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志向 教育部和中央军委 在2023年1月宣布进一步增加示范学校的数量 并预计将由法律变更 扩大包括学员活动在内的强制性训练到15岁以下的学生 这些新规强调的高中和高等院校 进行基本军事训练的必要性 并首次允许将其扩展到更年轻的学生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以及对当前中国男性气质下降的担忧 同时也是为可能的武装冲突做心理准备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中国项目负责人 Bethany Allen指出 这种趋势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日益激进的外交政策 并在心理上为潜在的武装冲突做好准备 此外 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CCP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吸取经验 可能需要一支能够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 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化提高了与其他国家 特别是台湾发生冲突或敌对行动的风险 同时尽管中国的武装力量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 和这现代化进程 但仍在与腐败问题和低招募率做斗争 尽管这些课程是否提高了招募率上不清楚 但公开的评论大多数支持这种教育 认为可以帮助孩子们建立坚韧 勇气和勤奋的品质 然而军事教育只是增强中共力量的更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Merix中国政策研究项目负责人 Katia Drinhousen指出 这一运动还包括对爱国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的关注 旨在重建中共在中国内部的力量 解放军是中共的武装力量 而不是中国国家或其人民的武装力量 过去曾被用来暴力镇压国内抗议活动 因此 这些措施不仅仅是战争的前兆 更是为党未来的各种危机管理服务 在全球背景下 金融市场和经济分析也显示出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及中东局势的不稳定对全球市场的潜在影响 美国经济尽管放缓 但远未接近衰退 而中国的经济问题更为结构性 对世界其他地区有重大影响 中国依赖大规模国家投资和廉价信贷的增长模式 导致消费支出相对较落和房地产业泡沫的迅速破裂 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模式的重新校准 但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加剧 西方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而中国则通过第三国转移出口 以避开关税 目前的短期风险包括 西方保护主义行动导致的价格上升 通胀上升和利率上升 而长期风险则是全球商品过剩 导致的利润率下降 和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自我制造危机 总结来说 中国正在通过儿童军事教育 培养下一代的爱国主义和军事技能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国家安全挑战 这一趋势反映了中国在全球政治 和经济格局中的战略重新定位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